什么射手步枪后座力最大你知道吗 射手步枪在现在的游戏里很强 伤害子弹出速都被加强过了 今天来盘点后座力最大的三把射手步枪 用它们准心上跳太大最好慢慢点射 第三名SLR SLR它的综合技能是很强的 弹发伤害是63点是比较高的 射速是每秒8.13发 在射手步枪中也是中上等 秒上高达512点 子弹输速也比较快 正因为强势的处性太多了 所以后座力必然要调大 它的裸枪后座力很大 即使有了配件后座力也没有降低多少 第二名SKS SKS它是需要配件最多的射手步枪之一 所有6个配件都可以安装 它满配后稳定性确实提高了不少 但也到不了很低的地步 裸枪状态下更是后座力惊人 所以用它要慢慢点射 不然准心很容易飘上天 第一名MK14 MK14的后座力就不用多说了吧 它全自动模式的后座力非常大 只能在超近战的时候压住 远战单发点射 虽然降低了后座力 但仍然是很高的程度 用它也需要慢慢点射 最后座力就能带你